梅希這位朋友問怎樣看的走勢 梅希之前的升勢就非常巨大 現在怎樣看走勢呢 走勢普普通通 短線可能要繼續整固 原因就是你看到 之前一個橫行區增持在11.75左右 大概12元之前 增持一段時間 終於突破了上去 但是衝上去之後 不久就看到這個 可以怎樣畫呢 這個可以 逼近13元 兩次逼近也穿不到 形成一個不太標準的雙頂 接著就回軟穿回雙頂項 有高低少少高低 也勉勉強的雙頂 穿回去 兩次就穿不到 13元水平回下來 穿回去 接著就開始回軟了 今天好一點了 那就彈升 但是你看到它彈到去 所以寶瑞加通道中軸 就開始 又遇到 固壓 所以 高位 相信也有些阻力 12.5元這些位置 有些阻力 所以短線 相信繼續要整固一下 那你是否會跌得很多呢 那看起來 暫時來講 起碼從形態來講 它未必會跌很多 去拯固可能性 就繼續大一點 原因呢 你昨天看到它 一枝大陰燭跌下去 跌到這個前浪頂的支持 它就有些 看到 昨天跌下去 一跌跌 今天就裂口上升了 就看到好像這個前浪頂 是有些承折的 所以你會不會大幅下跌 就不多次 但是整固 就相信會繼續整固 因為這個雙頂跌穿下來 今天市道反彈 大家去到中軸 二十天線 或者就看到 有固壓 所以 高位 仍然是看到有人出貨 所以短線 估計繼續整固 那是不是很差 又不止很差 中中挺挺 短線整固 中線 繼續整固完之後 有機會再向好 走勢就是這樣 短線整固 中線有待 就累積上升動力